动的调查委员会在21号正式向美国前总统川普发出了传票 川普必须要在11月4号之前提出相关的文件 并且在11月14号出席作证 川普会不会出席目前呢还不清楚 而另外曾经担任川普首席智囊的媒体人班农 因为藐视国会等罪名获派四个月徒刑 We are obligated to seek answers directly from the man who set this all in motion 美国国会调查委员会在传唤书中说 川普是国会暴动的核心人物 并称现任总统否定大选结果 阻碍政权和平转移 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还说证据显示 川普明知自己指控选举舞弊是错的 也清楚自己的行动违法违宪 调查委员会要求提交的文件包括 去年元月六号当天 川普打过或受益打过的电话 打给国会议员的电话 跟极右派团体有关的资料 还有阻挠国会确认选举结果的通话等 如果川普不出席听证 可能被判藐视国会 同样是21号 川普前顾问史提夫·班农 因为拒绝跟国会调查委员会合作 判处四个月徒刑 班农藐视国会跟不配合调查的罪名 7月就被判有罪 检方原本求刑六个月 辩方则请求缓刑 综合报道